中國人當然會歡迎外國人 到我們中國的土地上來過生活 但是外國人為什麼常常在中國人的土地上 感覺要做上等人 不守中國的規矩 不守中國的法律 要享有種種的特權 你會看到在很多很多的場合 這些外國人不管他的膚色如何 他一律都不講中文 怎麼樣我們還是清朝嗎 來看看外國人在中國要做檢測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理直氣壯的插隊 然後把中國人的自己國民的他的紙扔到地上去 來看看 然後我們在等了這麼久 然後外國人直接就插隊 然後這個檢測人員說給個面子 為什麼他們那個 內心不是 公國人員裏面給他動機 現在我們要叫公國人員 叫公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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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打電話報警 打電話 打電話 要他報呗 打電話報警 打電話報警 報警 這是這些外國人 叫公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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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公國人員 今天要等著上热事嗎 我們要來跟他們 你該說沒了 怎麼回答 我們已經簽了 我們已經簽了 我們要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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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隔離 她硬要出去病房 護士小姐擋住她說 你不能夠出去 依照法律你是要隔離治療的 她不關 她一定要出去 最後她毆打咬傷 你要知道 她是全身充滿病毒的 她咬傷了一心一意 要幫她治病的那位廣州的女護士 可惡 還要比她養一心 然後臨入口 肚子也要低 痴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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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自己痴癡 痴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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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眼睛傷是咬的 那你媽護士 就是這位護士被咬傷 你看他這邊咬成這樣子 那如果他確診呢 這個不用坐牢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外國人 有這樣子的底氣 他覺得可以這樣子 再來看看4月12日 廣州市境外移入疫情升高 廣州市的市長溫國輝說 4月5號開始 廣州的重點面向高風險國家 跟航班的排查管理 進一步提供健康服務 累計排查高風險國家人員4600人 跟關聯人員 全面實施健康管理核酸檢測 廣州對入境外籍人員參照國民待遇 廣州採取同等防控措施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不要你是外國人 你不熟我們中國的法律規矩而已 然後你看看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呢 在前一天 其實在因為時差關於就同一天 他說 非裔美國人在廣州遭到歧視 中國對非洲的承諾從未兌現 中國在疫情期間如此對待他們 尤其是學生 這清楚地反映出中國跟非洲所謂的 夥伴關係的時 他在幹嘛 他在造謠 然後 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聯合 致信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抱怨非洲人在中國遭到歧視 要求中國立刻停止對非裔人士強加的檢測 隔離跟其他非人道待遇 我呸 你們國家怎麼回事啊 你要把中國害死嗎 不檢測不隔離 要害死中國嗎 然後非洲駐華大使協會 也用名義發出信說 這樣的污名化跟歧視 產生錯誤印象 以為新冠病毒是非洲人散播出來 沒有人這樣講啊 可是你看啊 奈吉利亞也就是你一日 眾議院的議長 叫做巴賈米亞米亞這個人 他穿這樣子 然後就是中國駐尼日 就是奈吉利亞的大使周平健在這裡 他很不爽 然後他就把他叫過來 要教訓 你看 多麼垃圾 我跟你講我就說你是垃圾 這個人就是垃圾 有人這樣子的嗎 翹個腳 非常不莊重 然後故意說手機要給你看你看 給他看一個手機的一個視頻 然後這個大使就中計了 也許沒有中計 他只是很平時他就彎下腰來看 結果會談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照片 他就叫人家拍照片 然後就把這個露出來 然後說中國駐尼日大使 致欠 好 來 委員 最近的有三類人 非常令人痛恨 與令人氣憤 第一類人 就是在中國大陸 討生活 又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又覺得有強烈優越感的一些外國人 第二類人 就是到國外 美國或者其他的國家 取得了外國籍 或者沒有取到外國籍 但是現在發現 歐美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而中國大陸相對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所以就跑回中國大陸 來進行避難 可是呢 他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啊 因為他要不有美國籍啊 要不有歐洲籍啊 要不就外國籍啊 要不然他認為他也喝了洋墨水啊 他好歹是個海龜啊 所以他到了大陸 他的一切都要比別人 享受超國民待遇 他優越 高人一等 這第二類人 第三類人啊 就是從大陸出去的 有的是自家有錢出去的 有特權出去的 有的是拿公費出去的 然後在外國到現在還覺得 外國的月亮一定比中國亮 所以動不動用非常嚴苛的標準 用非常卑微的態度 去罵中國 在防疫抗疫的過程裡面 有種種的點點滴滴 他們把它放大處理 而外國人最喜歡這種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這種中國人呢 他們認為現身說法啊 然後他們的說法 可以顯示中國的不堪 所以中國的崛起 是有很多不堪的內幕的 而這些人 當然在外面 可能能夠穿金帶銀 呼風喚雨 得到若干的好處 這三類人是非常令人痛恨的 那除了這三類人之外 我來講幾個重要的視頻 第一個視頻 大家可能都看到 它的地點在山東的青島 有幾個外國人 這些外國人就是在 中國大陸上面討生活的人 就是我們剛剛播的 插隊 他們插隊 在進行檢疫的過程裡面 他們插隊 理直氣壯喔 插隊喔 他理直氣壯 還對於其他在後面排隊等待的中國人 惡言相向 說中國人出去 你憑什麼叫中國人出去 你今天在中國的土地上面 你今天在中國的社會裡面討生活 他全程不會講中文耶 你們有注意到 說實話啦 都是講英文 這些人啊 聽得懂中文 他也假裝聽不懂 會講中文 他也不說 為什麼 在他心裡頭覺得啊 講陽文比中文高一級啊 高一等啊 為了表現他的優越感啊 不管他的膚色為何 只要他不是中國人 他是外面來的 他就有優越感啊 我為什麼跟你排隊呢 好 那一個離日來的那一位 也就是 我們台灣翻成 奈吉利亞的 他就是去咬傷這個醫護人員啊 他可以不守法嗎 要隔離那是法律 在台灣跟大陸 都是強制要隔離喔 說實話 類似這樣的人 在他自己國家的國土上面 就是個歸孫子 看到警察 警察說一就一 可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面 他們就以止氣死 就要風得風 說實話 這種人就是 中國人對你客氣 太客氣了 你把他當福氣 太客氣了吧 就是因為太客氣吧 這種人他在泥日 他是得不到檢測 得不到醫治 他很可能就再見 sayonana了耶 他在中國 是可以被檢測被醫治 可以治好 可以出來繼續過你的人生的 他沒有感激他 咬傷我們的護士 我最痛恨去欺負護士的人 我從小我們家開醫院 我知道 在醫院裡面辛苦的不是醫生 都是護士 你給我欺負中國的護士 我跟你講我跟你沒完沒了 給我所有的泥日利亞護照片 我們今晚做了 是保護我們所有的泥日利亞 他們不是犯罪 他們不是任何事 你為什麼要罵他們 對話中 尼日利亞一方 說他的國民已經做過核酸測試 呈陰性 但仍然被驅趕 又說中國警察 沒有權收他們的護照 我現在是對話中 的 有權利亞洲 我現在是對話中 你不可以在乎 民主黨的護照 你們可以去掌握 你們去掌握 我們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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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廣州情況的片段 而大使烏低身去看手機片段的一幕 就被誤傳為鞠躬道歉 其實我們仔細的看看裏面視頻的內容 大家就清楚了嘛 因為中國人很客氣 尤其覺得我在跟友邦在一起 我表現了客氣 問題是對方遺址氣死啊 而且還佈了一個局 因為現在有社交距離嘛 然後我告訴你手機給你看嘛 那這個中國的大使 我當然是低著我看手機啊 所以他就把這個扭曲成 一個所謂的中國的大使 對外國的官員卑躬屈膝 低頭道歉 卑微的樣子 所以很多人說有圖有真相 你帶他看看 他也用巧妙的手法 移花接木 弄成了一個根本是虛假的一個假象 那他的抗議有道理嗎 他把中國大使叫過來教訓有道理嗎 我們看到影片裡面 在廣州他們 廣州的官員要把護照 把他們的護照拿過去 然後可能是要安排怎麼樣 然後他們抗議說 這是我們的護照 你不能夠拿走怎麼樣 你覺得抗議有道理嗎 這當然沒有道理嘛 你任何的國家的人 你到了中國是要遵守中國的檢疫規定 中國隔離的規定 你憑什麼享受特權 如果你可以享受特權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人民 他就必須要接受嚴格的規定嗎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抗議根本沒有道理 而且沒有道理 你還吃中國的豆腐 檢測有什麼錯 每一個人都檢測 而且他們是高風險的國家 檢測他錯在哪裡啊 沒有錯啊 所以說這個但是我覺得最可惡的 就是我講的第三種人 第三種人就是到了美國去渡金啊 你到了美國去渡金以後 然後到了美國歐洲 然後利用他是中國人的身份 幫著外國人來踩踏中國人 幫著外國人來羞辱中國的政府 幫著外國人來貶低 中國在防疫抗疫過程中所做的努力跟犧牲 而且還把一些小的問題故意放大 用放大的結果來告訴大家說 中國的防疫抗疫的所謂的中國模式 沒什麼了不起 這是代表中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人權沒有法治 最近還有一個留學生啊 到北岸有人去讀書的留學生啊 叫做黃君毅啊 剛寫了一篇東西啊 他說他收到了大使大使館 送給他們的愛心防護包 他應該感謝啊 代表大使中國祖國關心在外國留學或者生活的 一些中國留學生啊 結果他沒有 他說給我這個幹嘛 我不要這個東西 我要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你把這個給我 你這個不給我的給我這個東西幹嘛 你不覺得噁心嗎 你不覺得噁心嗎 你認為美國或者歐洲的國家 他的制度一定比中國更好嗎 葉委員有一個視頻我看過 講的非常的好啊 不見得過去 因為在歐美的媒體的強勢操作下 很多人說歐美的制度比中國大陸制度要好 真的嗎 真的嗎 在這一次 新冠肺炎的疫病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嘛 那個視頻不就在葉問嗎 你不就坐在旁邊嗎 那個火爆的視頻就是在這裡發生 就是我們三個人 所以我覺得葉委員那個講的非常非常的中肯 可是問題是一個大陸出去的留學生 他就利用這樣的機會去討好洋人 去卑躬居膝的討好洋人 去踐踏自己的祖國 你不覺得這些人非常非常的可恥 但是我在這裡要提醒所有的中國人 以後不要再給這些人特權 不要再認為說這些人是個洋人到中國來 我給你客氣 你給他客氣他不感謝你 你給他客氣他把他當特權 他把他當成高人一等 你對於那些拿了工費拿了錢到國外去 你覺得在國外就一定比在國內要來的更好嗎 浙江大學有個教授叫鄭強 所以你講的最好啦 鄭強就在演講裡公開說 你們這些到外面去度金的一些教授 你真的比他在浙江大做教授來的更好嗎 當然不是啦 所以他提醒所有的中國的學生 你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面讀書受教育 你最終要回饋你的祖國回饋你的鄉里 而不要到了國外的世界以後就開始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圓 就看不起中國 我覺得鄭強的演講非常非常的好